歡迎各位到主題二 綠色治理 綠色呢 大家都喜歡這個顏色 今次選舉大家比較喜歡綠色 白色也很好 白色跟綠色選擇是淺綠色 治理呢 是一個新興字眼 我對治理這個概念大概十年前 我們常常會把治理跟統治做一點區隔 就是Governance呢 它範疇比較廣 然後呢 上下分明不是那麼清楚 而且往往希望能夠由下往上 能夠達到一定的規範 那麼規範是建立在共識 所以這個Governance呢 就跟Galitian不太一樣 綠色治理呢 最近也很流行 甚至於還流行到 就像我們這一次的研究主題 研討會主題 預設治理 那現在還另外流行一個治理 就是跟這個標題的第一段有關 就是叫做氣候治理 再來可能還有一個犯罪治理 再來還有一個交通治理 等等等等 就是說 治理呢就是說你要採納下面的意見 所以它跟原來的規範 統治 經營 政策有關係 但不完全一樣 但是要規範它的確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那我們也有一個計劃 是在做這個氣候治理 做了都市 做了五大都市 然後幾個大都會 如何去因應這個氣候變遷 那麼就以市政府 或者以這個 現在這個五都為例子 就是這個都會的氣候治理 那我們一直在等他們 什麼叫做都會政府 可以有的氣候治理 那後來發現一個妙處 就是這個中央政府呢 的確是也在開始這個氣候治理這個概念 所以要每一個市政府 譬如說新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台中市 分別陸陸續續的去做 去做這個氣候治理 這個鋼藥 還有實施藥點等等 那我們就找來查了 那我就發現一個妙處 就是說這個流行叫做 換湯不換藥 還有流行叫做不探荒 不換湯也不換藥 那現在是有換湯不換藥 也就是說 把最早的全球變遷 再來有序發展 現在變成這個氣候治理 就是說標題變 內容沒有大的改變 那這個字體嗎 我不認為是 所以呢我們希望這兩邊文章 告訴我們 什麼是真正的綠色次理 這個是有意思的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好 那我們也去看 現在已經出現的版本 讓我們發現它的內容 的確是無所不包 無所不包 那麼我們就從這個 到底這個縣市政府 哪一個單位來總齊承這個氣候治理 這個Covid Governance 現在國外很流行 現在我們台灣也很流行 內容是什麼 到底要包括什麼 把氣候當作一個市政的要求處理對象 到底是市政可以做什麼 還有呢 中央可以做什麼 那中央如果來做 到底是誰來做 是氣象局嗎 還是環保署 環保現在叫做 上口說上 我跟這個治理有關 但是都不願意負責任 那我想 市政活動到這個 我們要看怎麼看 大概都是到環保署 然後要不然就是計畫局啦 等等去做 所以內容是什麼 我們非常好奇 非常好奇 去了解 那我們既然這個第二 這個主題 主要的綠色次理呢 我就順便多說個 兩句有關治理的一些觀察 那當然我們這個主題 談起來的是不太一樣 沒有那麼廣泛的這個治理 而是一談到這個反核 第二篇是關於 以這個韓國的索爾為例 他的綠色成長 就是都市 那都市治理又出現 黃教授有個都市治理 為什麼不叫都市政策 都市治理 那一定 一定有它的道理 好 那我們有兩位 兩篇文章 那有兩篇 兩篇文章 三位發表人 那我就陸續的先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始 因為時間也很緊迫 第一位是何明修教授 坐在我的左手邊 我們歡迎他 他談的是輔導效應 那我這個輔導效應 這四年前 四年前發生的事情 是四年前 三年半 對 三月十一號 我們那時候正在開 開這個一個研討會 就發現 就發生這個事情 那時候 當我甚至感到這個 不可預測 大地是如何的不可預測 前一分鐘 我們還在談 都沒有 一下子出現 然後就有大災難 所以這個的確是大陸 他20 這個什麼 2012的電影 那真的是很恐怖 這個是大家 心裡有數 好 輔導效應在台灣 晚進訪和運動的復蘇 那我們評論人 做到我左右邊 是董建文教授 他是中興大學景觀局 尤契這個碩士學位學成的教授 好 第二評論人 是黃麗玲教授 坐在我的最右邊 還有他的博士候選人 劉恩一應該是坐在台下 我們歡迎大家 寫這篇韓國 所以一篇一篇的貢獻來自韓國 劉恩一是韓國人 他要談什麼呢 韓國律師成長政策 與都市治理 以及首爾 首爾市松坡區 唯利 我們的評論人 是鄭景文 他是在這裡 風險社會與政策 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好 那我們就開始按照這個規定 每位有多少分鐘 十五分鐘 評論是十分鐘 五分鐘 十分鐘 八分鐘 好 我們就照這個治理的方式來做 好 不知道現在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接下來講說 它其實在包括在東亞各個國家 其實展現出來其他 我現在談去年 去年我們都知道 三月之後 有我們大家談個大遊戲 號稱二十二萬年 那如果台灣從八年代末期開始有反而遊戲 從來沒有那麼多人 那去年剛好 因為青年年圖有講 不知道是空洞 後來又沒有 那從去年以來 我們其實看到一個趨勢 是說 第一個是說 台灣的 大概去年圖會掉 大概台灣的反對核式的 大概是六十到七十 戰場的資料是一到三十 所以整個反核運動機 反核的民意是絕大多數 第二個是說 你包括現在是說 除了馬英特爾跟你的講義的話 其實是說 其實國民黨比較接班 東神代 大德國都口頭講堂了 包括華龍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某種程度反核式 變成一個藍綠的公司 那當然說 去年要反核 後來又亂七八糟 因為去年八月又發生了 黃仲秋安 所以臨時會永遠通過 然後後來國民黨就說 不公投 不公投 那今年的話 今年如果大家還記得 今年反核有勤其實是在太陽花之前 可是過了太陽花 大家好像都是有望 其實今年有勤非常少 那大家可能會比較記得 是太陽花的二十四天 佔領後面也有一個 第一份的進食運動 那接下來其實 在整個四月旅行 先進一步反核爆炸 那簡單講就是說 大概國民黨其實連退兩校 這個有點複雜 去年本來是華公投 過後來又說 公投不過那我就繼續蓋 那蓋本還是講好 今年出國之後 今年就核四會辦公 然後又要放 然後後來因為有抗議 所以後來 還很久可以講話說 好啦 那我們還是來公投好了 接下來後來的講法是 到最後是二企業的時候講一下 就是說 核一不施工 那工程 核二停工 所以停工一半 那你看就是退兩小部 那可是問題在兩小部 看起來很小 這是幾年來第一次核四進化 上次就是兩千年 那這個其實改變是非常非常蠻大的 就是說你也看這個其實 這個效應是蠻大的 那我要談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輔導效應 當然全世界都看到了 那可是問題是 這個他的全球的效應 是不情形分布的 那我們知道大家對我們 也就是德副的例子 德副他們覺得他有多能源本型 他們覺得非常積極要賣2020 2020要賣個推核加油 而且很多是他們 甚至把直接在運轉中的直接封閉了 那日本的情況比較複雜 日本就是說 福島核待之前有五十四個的核能基督 那福島一號有六個 所以剩下四十八個 四十八個後來 有兩度全面停 那現在全部停 可是我們知道2012年 安倍 安倍政局上成之後 他其實要重啟 那最近有幾個要再重啟 那這也是推翻2012年 日本民主黨那時候 他們決定說 後來要日本要賣賣 所以核佳應特別決定 所以包括在福島核災的政源 第一次可以看到的 即使他們國民的反革命 民跟台灣性一樣高 可是問題是因為一個 一個殖民黨想要電視核電 所以其實接下來就是那種很重啟的電視 那如果都看南韓 南韓基本上反而影響這樣非常多 因為南韓一直想要推銷 他現在也只謀開去賣入這個電視局的國家 那如果大家還注意的話 最近有個幾大名字 中國有一個核電公司在 現在香港要上市 但是接下來就像中國非常積極的 想要邁向核能 所以你看到包括在亞洲這幾個國家裡面 對整個福島核災的效應 之際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那我一個問題很簡單 我們都說地球滿大 就越來越公平 可是問題是這個差異其實滿大 那為什麼台灣人的反應那麼大呢 那當然一個最起難理由是說 我們台灣很喜歡日本人嘛 所以很親自嘛 所以日本人不拿 所以我們就滿多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其實更複雜 就是說 其實一個國際的災難 它如何產生一個在地的效果 它其實都會有一個在地的因素 和社群 那我在這邊觀察裡面 我就想要把這個在地的因素 引擎 那另外一個對比是說 包括我剛才的主持人蕭老師 他們以前 曾經以前有研究過 有跟他有去問 就1986年 曾中比爾堡事件 發生了 那其實在亞洲影響非常大 你看那時候八年代 台灣的反國影響出來 韓國也出現 包括香港 香港是沒有一個電場 可是香港他們擔心的是 東國在廣東是 蓋了大亞核電場 所以曾中比爾堡 蕭老師其實在亞洲是看不到 可是我們過了二十幾年 我們看到就是 他的最原地就在亞洲 可是他看到的效果是不一樣 為什麼沒有一個 范亞東亞的步道隔在 而且我們再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當歐比爾堡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 蘇聯還沒有接近 所以根本就 蘇聯基本上把那個消息都封住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歐比爾堡核電場 爆發之後的那個 那個可怕的那個場景 可是問題是在這次步道隔在 連三個核電 核電發電機組的情報 我們看到的是既是中國 我幾乎全世界總是看到 那個第一個核能災難是 unline instant 然後而且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理論上應該 他的效益是更大的 實際上是沒有 那這其實違反了很多 我們在環境社會學裡面的預測 我們環境社會學有很多理論 告訴我們說 其實全世界會越來越像 全世界有 因為全世界有各式各樣的制度 全世界比如說都有EPA 各有環保組織 全世界幾乎都有環環 只是作假成功不同而已 應該這樣子 那為什麼其實對一個災難 其實反應這麼差異很大 這是我想要問的 OK 那我接下來的看法就是說 我覺得這設計到 其實在地的 即使說反核運動難題的設備 以及公民社會運動程度 以及高貨 這個議題如何在政黨分支裡面 被呈現出來 那台灣的反核 台灣的核電的意思 我簡單講 其實我覺得有點重要的差異 就是說 其實我們台灣的核電的工資容量 其實因為核是異議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子的量 其實到2011年 有工資容量在百分之幾 相對於日本福島核在的時候 其實才改善 所以其實我們的 我們其實我們某種程度 對核電不是那麼依賴 那當初發展有它的媒體 的脈絡 這個我就不太懂 那我覺得它因為很重要的是說 在90代的中期 開始有電液自由貌 所以台灣現在很多迷營電廠 那迷營像比如說 台灣最大的電廠 發電量對大家賣了台所 它是來賣的 那因為台灣的這種電液 自由化的策略 其實讓私營的電廠 它可以用穩定的工藝給台電 然後台電是負責的 所以它其實非常賺 那其實整個到2006年 我們看到的數據說 比如說迷營跟激營工資 發電容量30%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其實非常大一塊 其實台灣 當然迷營電廠大部分都是 有天然氣有燃煤 這些其實 你會發現它的能量非常大 所以你看著 其實我們台灣的財團 其實很早回來 就不是那麼知識合適 那最明顯的意思是 從1999年的時候 包括那時候 黃王清才在的時候 台座的 黃王清自己也講說 我不要合適 因為他自己的賣 有一點好比都是還大 對齁 那包括 孤照合適之後 你看到一些台團 比如長榮 富邦 所以我覺得其實 某種程度的財團 這塊實在鬆動 那這當然我覺得 跟現在的 跟整個反核局勢也是有關的 那台灣的 其實我覺得 台灣的反核有一種簡單的歷史的講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我們還是受到很多 國外的大型格齋的影響 那第一個就是三立島事件 三立島事件 當然對台灣一起公司 因為那時候 台灣很多理工人 呃 有學生在美國 然後看到美國 討論很多 然後回到台灣 台灣那時候剛好核山在幹 那結果台灣 好像完全都沒有聲音 然後我想說 所以開始有一些專家學者 去寫文章 所以從一開始專家學者 在討論這個問題 那1985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 跨黨派 那時候還沒有民進黨 就是國務黨跟黨外 有立委跟北延 就是核四那時候 其實有提前 不是提前 就是預算被割 所以如果我們回到1985年 那個時候 其實反而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政黨差異 那某種程度跟現在是一樣的 就是 因為某種程度 台灣走了30年 好像又回到 原來那個情況 不過這個資金也沒那麼簡單 那接下來就是 就是因為政策PF的解嚴 然後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這是很後來熟悉的 包括民進黨在成立的時候 就開始去 地圖上的費額綱領 對於反共運動開始政黨化 那反共運動開始群眾化 早期都是在上層討論 專家學者政治的 接下來開始自救會出現了 包括南一個大陸 也包括運到六位 所以這個其實讓我們整個 變成就是 群眾引爆進來開始街頭上市場 然後他從專家外移到一般群眾 那這過程裡面當然跟民進黨的關係非常重要 包括台北縣 台北縣的關係 就是有兩個電場在結合室都在那邊 那也包括國會的合室審查 也包括反而運動其實早期以來 其實透過公投 這條路線 那公投其實在公投法立法之前 2003年立法之前 很多時候是靠需要地方再準備 所以然後有很多的例子 然後我們也看到說民進黨的 這個本來到九年代中期的時候 就開始對反而不是熱衷 所以這個整個轉變其實是在九年代 那年度反而為止 在九年代都有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那時候 最多最多的時候 1990年兩萬人 那時候已經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到2013年 我們看都號稱22萬人 所以那是非常可怕的增長 所以經過這個幾十之後 這個經過了20年其實 變得完全不一樣的 那民進黨時期的時候是這樣子 就簡單講一下 我覺得就是說 最主要是說民進黨一直震的時候 那個擺就是廢核 就是2010年10月 搞說影響合適 就後來就開始鬥爭 然後大法官視線 後來結果就民進黨同意突見 這個一百天的停下合適 這個其實對整個反而運動非常嚴重 影響比較非常大 如果大家有看這個共耀利好 而且這一部分就是充滿了 對民進黨的恨 恨意 基本上大概會呈現那個 對那時候反而運動的心態感 那那時候民進黨政府 基本上對反而判定也有幾個爭論 第一個就是說 非核家園入法 就在那個環境地本法也沒有任何問題 那當然他是說 獨不達成非核家園 所以沒有講死神 沒有講方法 所以這是摸農之事 空白授權 可是至少他有權盡力無法 第二個經濟黨所落實 就是非核家園進到人貴 就在民進黨時期裡面 開始有一些反而專家進入到中央的方法 那接下來民進黨還做個成果 阿緬都跟林一雄成功說 他會把核四公投 可是我們知道後來2004年的時候 就是在那次公投大選的時候 其實其實後來兩項公投是 第一個是要不要採買軍備 第一個是要不要政治協商 就是完全沒有核四公投 所以很多的時候 反而運動在那時候 就覺得被民進黨出賣了 包括民進黨在雲四裡面 也沒有人家故意更加核四 那到2007年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是在那個時候大反應 就是1997年的京都運動出中國 然後預定05年要生效 所以國際間的論述是說 你要用核能來處理那個機構變成問題 所以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包括林憲哲最近講說 我們這個核定是比較主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見整個民進黨 在這個八年內執政的時候 他慢慢就開始去接受 所以後來又完全不談 完全不談廢核 就把核四蓋好 只是在這個脈絡之下 那當國民黨一執政喔 國民黨一執政之後 就積極擁核 對啊 包括被核家人就不見了 然後 國民黨真正講 就是我們要用核定來檢核 來檢核 來檢核 然後 把吳敦英雄出來說 什麼建國版的那個 對 對吧 好 這是背景啦 可是我覺得要接下來講 就是說我覺得比較有趣 就是說 那 那 我還有 兩分鐘喔 我還沒講到重點 所以我覺得比較有趣 其實說這個涉及到就是說 運動團體的新路線 我覺得在 就是也包括台灣主要兩個 反核運動的頭頭 就綠蒙跟 環保聯盟 建國環保聯盟 所以我覺得有新的路線出現 但是我覺得綠蒙在做人 沒有用去再去跟公寮接觸 而離開這個 公寮裡 包括去去海洋記去宣 就公寮海洋記嘛 去做反核記 後來你會發覺 或者做諾斯克 你會發覺都藝文界跑出來反核 這個不是莫名其妙的 這不是 不管藝文界的人 良心發現 或什麼 就是翻面 我覺得那是有那種脈絡 是有人去找他們 然後把他的訊息放出去 所以孟寮成路 這個反核的其實 是從原先的支持者 那邊拓展出去 第二是說 這個公民社會 大家都知道嘛 其實 這有太多 孟寮成路我也覺得很可憐 然後太陽化之後 靠避到一群學生 那些學生就是很氣啊 然後大廠保養的治癒 所以4月27號 就去佔領那個 公寮西路 事實上那一天 其實公民黨也決定合理 合適 2號提議 這孟寮成路其實一個 台灣這幾年來 因為20個樣大小抗爭都有 這跟孟寮成路 反核運動 是在這個脈絡之下 這個人潮開始浮現了 對 第三我覺得一個 比較有趣的情況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也是想要去操作這個高級的反核工廠 可是他操作一個直辦 他不能想要 後來民進黨要決定說 那我就不要創留了 那我這參加 可是我們不要舉我們的旗子 那孟寮成路會變成 我覺得讓整個 反核運動開始喪失的政治的色彩 那這有好幾個事 包括你仔細看一下 蔡英文在2012年 就是在福島核災之後 他的對核式的看法 他是說怎麼樣 他是說核式蓋好之後不上榮 所以孟寮成路那個 其實他也不敢在核式這個議題上去跟共產 因為民進黨是很 陷入的很吊詭情境 就是說 你要第一個 你就會跟2001年一樣 你要 你如果 要讓他運轉 那你跟共產沒怎麼樣 所以民進黨其實沒什麼選擇 在這個議題上 某種程度也讓這個 反核運動 或反核議題的那個政黨的色彩降低 所以 我加上來不好意思 所以 我覺得簡單講就是說 反正發電 這個專家學者可能 會不會有更瞭解 不過我覺得最主要問你 核廢料的東西 核能作為一個複雜系統 他的意外就是正常的 這是Charles Bellow的 這個組織社會議題上 告訴我們 因為他是複雜系統 他不是線性的 他有太多回饋的機制 這是我們 人類沒辦法設計一個組織 可以去因應那麼多可能的情況 那包括馬英九後來就講 這五個終極組織 我們授權到地 這個現場就可以直接把核能給摧毀 他就說摧毀了 終極組織 這個我覺得那個背後還是有很多問題 我們的組織可以那麼靈活 去應應那個突發動態 很多時候那個到靈界動態的時候 其實你反應時間要非常快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你解釋一個社會運動後 那台灣英國所謂電 英國市場蓋了三十年也沒蓋好 這是其實很多全世界的電廠都一樣 也不是我們政府特別的 這現實就是這個樣子 有很多蓋了三十年後來就不用了 那總歸一點 我覺得就有反而言從長期來講 我覺得 他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他一定會達到他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短期 就是內建有很多歷史偶爾的因素 可是偶爾的因素 其實影響非常非常大 就像我們人生一樣 我們充滿各式各樣的後來 那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講到 我剛剛講過的 運動的行政策略 上升的領事運動 才會很貴的 那我覺得 現在看就是說 他跨越政黨的分歧 然後形成屬於人民義 那包括現在 紅黨接班人 除了無敦義之位 不過我的無敦義講什麼很重要 因為 大家都說他 他不姓五馬 另外一個顏色 他講什麼 不講什麼 沒有人會理他 所以不管2016年 誰當選 我覺得基本上 大致上應該會 那個核四四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 那我覺得 當然比較有趣就是說 台灣會不會成為 是一個亞洲國家 你美金進入核能 你就不會 你決定不要進入核能 那包括在核一核二核展 接下來都要 五一世界都到了 你這不會讓他影響 我覺得會去看 台灣好像很多方面 可能會成為一個 亞洲中 也許一個點貫 比較公民社會 或反核運動 也許我覺得接下來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發展 那我直接掌握不太好 那我先講到這個 謝謝 那我想我先大概說明一些 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我想 何教授這邊論文 其實對我們 怎麼樣去解釋 福島事件 對台灣的反核運動的衝擊 其實我們這一年 看到的反核運動的高潮 其實很大的影響 我記得在我2000年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遇到我的學長 周貴田舟所長 他那時候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反核運動 應該是一個已經必然的結果 然後反核在21世紀的時候 應該不是一個重要的疫情 接下來應該是其他的 更重要的風險性的疫情 可是很不幸的 我們看到是說 一直到2014年 就他跟我講這句話之後的14年 我們好像初步看到台灣的一個成果 那這裡其實有幾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看 其實我在一定程度上 我同意和教授的許多的看法 包括福島效應 你不能夠簡單的去看待說 福島效應對台灣的影響 雖然我們跟日本有很多所謂的 親近性的感受 可是福島效應在他發生的當下 2011年 其實對台灣社會的impact 其實是不強的 就是在反核這個議題上面 人民其實是 在那一年要辦反核運動的時候 我所代表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當時要號召大家起來做什麼反核大遊行的時候 其實跟當年也是差不多的 那我想在座很多老師們都跟我一樣 我們成長在那個 合體反核運動的過程裡面 我念高中的時候呢 紐論雜誌到全台灣的各個高中去 去遊說大家 和能有多好 我1989年進入台大的時候呢 台大老師開始告訴我們說 其實和能有很多問題 然後我們開始參與反核運動 那在這個參與反核運動的過程裡面 我記得當時 反核遊行 在校園內幾乎是不需要宣傳的問題 就是你只要給禱告 然後隔天就是一堆人就上街頭 可是那天一堆人了 不好意思都是大學生 我覺得那個社會 擴散地其實是並沒有很強的 所以何教授的這一篇著作呢 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去討論了一個 台灣的反核運動的轉折點 那這個轉折點的轉變的過程 到底是哪些因素 那我們可以有一個深刻的討論 那對我個人來講 我是用一個 就是某種 所謂的參與式的田野經驗 因為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個人的人生經歷跟核氏有很多互動 就是2000年的時候 我作為核氏在林姑墓小組的幕僚 我參與了那個整個會議的過程 那2013年到2014年 我又剛好擔任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秘書長 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麼整個台灣的反核運動 在這個地方產生了一個最大的起點 那樣子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我覺得說 何教授對於整個的 輔導效應的這篇論文 我想其實我簡單的解釋 就是說 我的閱讀是 他認為在這個 輔導核災之後 台灣反核運動的復甦是起來的 那這個復甦除了 台日的一種環境的情感 清淨之外 最主要其實是 反核組織的一個策略的更新跟創新 那國民社會的崛起 還有政黨的退位 那麼這三個是他認為 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的結果 也就是說 新的社會跟政治結構的 產生了新的對立 那麼保守的政治氛圍 就是國民黨興起 這個新保守主義的出現 還有社運組織在2000年之後 因為民進黨執政 所產生了一連串的挫敗 產生了新的運動策略 都促成了新一波反核運動 從2000年之後到2014年 打到一個最高峰這樣子 那麼作為這樣子的一個 作為一個運動的參與者 跟現場的見證者 我覺得說這樣子的立論 大概都有他的立論基礎 而且這也是台灣的公民運動 主流上面都喜歡論述的方式 他們就特別談到說 民進黨的執政的期間 那麼許多80年代新起的社會運動 就在民進黨執政的2000年到5000年代 全部都被弱化 那這個弱化呢 導致了新一波的社會運動的興起 跟新的社會對立的出現 比方說這是苗藝院的烏運動 烏運動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這個程度上 也都同意這樣的觀點 那甚至是導致2008年之後 失去政權的民進黨 他因為執政的包袱 他因為過往跟社會運動這樣子 從信任的關係到不信任的瓦解 那麼導致的他很難再建立所謂的之前的 所謂的共同體的這樣子的概念 也就是說在野黨跟社會組織 在2000年以前的那樣子的一個 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運作 顯然在2008年之後都出現了 可是如果我們只是這樣簡單的去思考 我也不能說簡單 而是說我們接受這樣主流的論述的時候 我個人會覺得 作為一個在現場的運動者 我個人反而會比較緊張於接受 Tili的那樣的看法就是 Contingent politics裡面 對國家跟社會結構的重新安排 導致著新的contingent的出現 以及新的抗爭的運動 產生的新的社會的運作狀況 可能才是會比較有趣的進一步的思考 也就是說我們回到1980年代的狀況 我想蕭信王老師在當年我們提出了 許多非常進步的觀念跟指導我們 就是說其實在當時的resource mobilization 這樣子的一個觀點裡面 其實我們的社會運動 在當時的主要的訴求 其實是面對一個威權的 黨國資本主義體系 去要求瓦解這個資本主義體系 然後將其中的資源釋放回到民間 讓民間重新能夠得以分配跟諮詢 所以我們當時的主要訴求 當時的老師們透過所謂的 溫情主義的肚子術 愛孩子不要核子 然後之後到新的大學生的加入 去討論核電的政治經濟學 比如說核電複合體 也是核電帝國主義等等 這樣子到最後在政策上去 落實所謂的電業法的修正 主張電業自由化 都建立在其實是一個資源 重新分配的結果跟邏輯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導致了都會的中產階級 跟都會的中產階級後輩居 也就是當年的大學生 今天的真正的中產階級 他開始被動員出來 看到了社會的邊純 看到社會的邊緣地區的弱勢者 那希望透過政治運動的方式 那麼將國家的資源的分配 重新瓦解重新去運作 那這也導致了2000年 整個民進黨的執政的可能性 那電業自由化其實在論文裡面 和教授論文裡面也清楚的提出 電業自由化是瓦解了 整個大財閥不再致資和電的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如果我們從政治過程來看 我們反而運動 為什麼在2000年前後 會跟民進黨取得一個緊密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用新潮流系 1988年新潮流系所主張 社運政治化、正運社會化 這樣一個策略 我們就很清楚看到 這就是一個resource mobilization 一個非常關鍵的運作模式 它就是要掠奪資源 它就是要把資源 從威權政府體系裡面 把它崩潰 把它取出來 那 可是問題就出現在2000年之後 2000年之後 新的power力 民進黨的power力拿到這些資源之後 它怎麼去使用 它一方面去逼迫 舊有的官僚 舊有的殘餘 向他們靠攏 也就是說這個資源的 重新的分配的過程裡面 它有沒有向他們的盟友 就是當時的社會運動的盟友 示範 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沒有的 那它反而成為是民進黨政治運作的 一個重要的工具 那特別是阿典總統個人的重要的政治運作工具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百日和事的過程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轉折點 因為我當時就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是一個很小的螺絲釘 可是我們參與了許多有趣的事情 當時民進黨 在1999年 那林義雄主席率領的民進黨 他們做了一個民調 去調查當時人們對於反而意見的看法 其實就如同何教授有講到的 其實人們對於核電的支持度 反而的支持度是非常的低 2000年取得執政權的時候 林義雄主席再一次做了一次民調 當時的民調顯示 其實支持反而的人 即使民安民得大選 支持反而的人 當時阿典總統的票數差不多 甚至比阿典總統的票數還要低 就是大概只有兩成多而已 不到三成 可是我們把條件改換 問說如果不缺電 那發現如果不缺電 人民反而的意願 達到將近五成 所以當時的整個策略就是說 希望把台電的資源釋放出來 然後告訴人民能夠不缺電 那麼我們就可以 所以我們擬定了一系列的策略 希望大家去宣傳 然後透過這個宣傳的過程 先召開核四再評估會議 透過再評估會把一些資訊釋放出來之後 做一個open government的概念之後 然後把這些資訊向全民去說明 說明之後 在當年的年底 2000年的年底 有阿典總統飛到蘭嶼 去跟原住民道歉說 我們把核廢料放在你們這邊是不對的 從此之後台灣不會再有核廢料 那我們也不會有核市場 這是當時的整個的政治的 騎乘的安排 可是我們偉大的陳德扁總統 他非常奇怪的在9月30號去見聯戰的時候 或許真的聯戰也該被修辱 尤其是從不讓聲聞不開心這件事情 我們就知道他們家族真的應該被修辱 可是當時的政治運作結果是 因為這個修辱導致了整個核電 可以在2000年終結的這件事情 往後延了14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子的一個運作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Charles Tilly他認為民主化的三個機制 就是人民透過不同的抗爭 將封閉的政治體系開放給更多人參與 並且透過這個參與 將政治體系創造的不公平 不平等 逐步消除 然後進一步去擴張人民 對公共政治的影響 避免全力回顧到少數 並沒有在2000年到2008年出現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那麼公民運動的出現 其實就是在於說 其實他不是一個新的想像 而是在continuous politics之下 我怎麼樣去面對一個民主化之後的 新的所謂我們透過民主體系支持起來的 那樣的領導者 社會結構改變 那我的新的認同是什麼 我不再只是一個被害者 我應該取得新的公民的認同 那也就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他們取得了整個反抗運動的主導權 是他在一定程度上 把公民身分轉化出來 就是他那過去的賣療 共產地區的受害者或者核市場的受害者 變成公民視覺 那麼這個公民的過程裡面 卻在台灣的特殊的政治結構之下 造成公民身分的一定程度的去政治化 比如說不要介入藍綠 我們不要跟政黨有任何關心 所以這種去政治化的 調詭方式的狀況之下 所以變成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就是 其實許多的公民團體 從當年的社會運動團體 變成現在叫做公民團體的過程裡面 其實去政治化的形象非常清楚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他們也開始變成是 Robert Dodd的所謂的利益團體 多遠政治下的利益團體 他們開始進出場域去遊說 可是這個遊說的過程就非常的調詭 他們跟很多政治人物做遊說 而且大部分是像綠營的政治人物做遊說 可是他們又不准綠營的政治人物 在所謂的活動裡面去舉起子 在這樣的一個運作狀況之下 在台灣的政治運作裡面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調詭的狀況 就是如果我們在resource mobilization 的邏輯裡面 我們好像應該要回饋給這些人 可是在台灣的藍綠政治的結構之下 真正的resource mobilization 的理性邏輯 應該是我要去政治化 我才能夠號召動員更多所謂討厭藍綠的 這種因為國民黨的主流媒體的宣傳 政治分野結構之下的社會支持 所以這一種社會運動的邏輯 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狀況 其實是跟我們從2000年之後的國民黨政權 國民黨的主流媒體所運作的這種 所謂的藍綠的想像是有關係的 導致於公民團體它必須去訴求 所謂的去政治化 所謂的排斥藍綠 但是它實際上在動員的是 新的民主架構體系下的一個 continuous policy的公民vs國家的 這樣子的一個動員運作 那因為叫做公民動員國家 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 它的去政治化傾向又更高 因為它知道在台灣社會裡面 我們把政治一下子很投入榮綠 所以推翻高強 這件事情為什麼在台北市這次選舉 會變成是一個主流 我覺得這個背後 這個整個公民運動到最後的狀況 那麼當然啦 或是說因為企業併購國家的 這樣子的一個消費正義的概念 也使得輔導期 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有趣的simple 那這有趣的simple其實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公民團體 對公民團體來講 這種民主商品的話 賣除它支援的來源之一之外 更重要的是 對當年的大學生 所謂的中產階級後備軍 現在的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的 公民意識的呼喚 所以我覺得說 從整個我們去討論 我們去看何教授的這篇文章裡面 我們其實很清楚的反思到就是說 何教授點出了台灣社會的一個變遷的重點 這個變遷的過程 必須放在台灣的民主化的脈絡裡面 而他很清楚的點出這個變化 而這個變化更重要的是 讓我們去知道說 公民團體的興起 跟國家民主化過程裡面 我們必須要去進一步去深化 公民身份的角色 事實上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我們不去討論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這個contentious policy裡面 我們怎麼樣子 逐步的去要求國家更加的透明化 逐步的去要求國家把資訊 把所謂的那種 capitalized inequality 所謂的結構式的不平等把它解構 那麼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達成真正的民主轉型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何教授的這篇文章 讓我們重新去觀察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組織者 我覺得這篇文章給社會運動組織最大的貢獻就是 重新去讓很多舊的社會運動團體 至少我所代表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應該重新去思考 面對新的社會結構是什麼 那麼重新去思考 再面對新的政治體系 你應該要有什麼樣子的一個策略 以上 謝謝 各位好 我今天和文醫生陳長正切 我今天和文醫生陳述治理 以首爾市松坡區為例 共同合作者是劉宁 是我們的民養所博士後學人 他同時也是中國科技大學的經驗的講師 那感謝多年來跟我一起合作韓國研究 我學習了很多 我想在進入主題之前 我想先大致說明一下韓國政績發展政策 轉型以及它的特徵 韓國從1945年20大戰之後 到了50年的韓戰 經濟在一個非常低度發展的狀況 可是戰後60年代到70年代 逐漸透過經濟五年的計畫 政府持續的大股投資 到了80年代中期 已經跟台灣、香港、新加坡 共同被稱為是亞洲四小龍 或者是四小股 但是到了90年代 韓國開始見證了幾波的金融危機 那持續到了97年以後 2008年等等 又受到全球化經濟的嚴重影響 這一張POPPON 我只要說明一下所謂漢江奇蹟 用它來說明了韓國的經濟奇蹟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SIMBLE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對於漢江這個充滿了生態、環境的這個名詞 到了現在綠色成長的年代怎麼樣 就有重新被內容被重新定義 近年代到90年代的這個經濟成長 是以石化業為中心 那這個國家的大骨頭 這被稱為是一個Big Push的年代 到90年代的這種危機之後呢 韓國提出了一些新的經濟的轉型政策 那就是包括了我們所熟知的韓流經濟 那以提振這個文化影視產業 以及創意經濟為主 早期在古鎮新年代它指出鋼喜斯國立 那這個回應了剛剛所說的重化石化業 以及重工業為主軸的經濟發展 古鎮年代是消費電子 當時韓國的財法 包括了三星、金星大宇、現代 都進入了全世界的前50大企業之靈 97年的金融風暴 應該從93年這個金融三的自由化政策開始 醞釀了一些它的分析 因為當時的自由化石的財團 負債資產比大幅擴張 97年之後 韓國以韓流的產業 試圖要轉換韓國經濟的體制 2003年之後 韓國政府就採取了大幅推動自由貿易協定政策 這樣的取向 但同樣的時候在首都首爾市 2003年李寧波執政之後 以這個新的都市的生態工程 以及旅遊產業發展首爾的新年貌 Green Deal綠色新增計畫是由李寧波所提出的 他在2007年就任韓國總統之後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戰略的計畫 這個577的戰略計畫 包括提高研發戰GDP的比例到5% 以及他的設定的目標 2020年要進入世界七大綠色科技強國 2050年進入世界五大科技強國 所以他的重點是因應氣候變化 轉化經濟成長的動力 同時創造工作機會以及改善生活 我們看幾個政策機制 2009年成立了綠色成長委員會 這是一個總不同的背景的成員 包括商業組織政府的高層官員 那總統親自領軍的一個委員會 他制定整個國家五年發展方案 並且設定了低碳綠色成長的計程法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法例 簡述一下這個五年計畫的內容 這個從2008年到2009年的進程 其實進行的很快 一年多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已經設定了低碳綠色成長法 五年計畫的三大策略 第一個是有效減少維持氣體的排放 降低石油的依賴度 不過這裡其實並沒有回應到核能的課題 甚至我們在參觀綠色成長的體驗館的時候 會發現這個LG等等的財團是背後重要的推手 那這個整個館的主軸潛藏的儀和 能作為新的這個都市成長供電的一個主要來源 真的有這樣一個背景 那此外就是發展綠色技術綠色產業 提升產業的結構 第三點跟空間規劃十分相關的是 發展綠色的國土跟綠色交通 以及綠色生活消費 不過重點在最後一句 提升國家的地位 那在這五年中投入大量的這個 國家資源107兆韓元 預計創造這麼多的就業機會 這個是回應剛剛三大政策的 三大策略的十個方向 大家看一下我略過 這是整個組織的架工 包括五年計劃以及中央跟地方如何合作 以及相關計劃之間的連結 核心計劃包括了這個氣候變遷的對應政策 那相關計劃就是國土空間開發計劃 以及剛剛提到的綠色基礎設施等等 那還有經濟上的相關再生能源的開發 剛剛有提到有關就業的關聯 那另外一部分是 他要去回應當時對於 國際社會對於這個 綠色氣體排放的要求 那一直在2020年的目標會減排30% 在這個五年計劃當中 綠色技術研究的這個投資R&D的規模 五年提升 相關計劃必須要說明一下 最重要的是 除了綠色成長的基本法之外 同一個時間韓國也有 氣候變遷對策基本法 裡面規範的政府在檢查中的角色 那以及必須要進行調查 相關政策 同時提供租稅跟金融獎勵措施 還有一個是氣候變化認知基金 那等一下我們談到地方政府的 一些相關的策略 其實跟這個基金的財政支持 有很大的關係 那同時環境部也推動這個 Eco Town Green City 這樣的方案 另一方面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LH 是台灣所沒有的一個機構 它是韓國最重要的國土開發 以及公共住宅推動的部門 那我們也參觀了LH 它轄下的這個綠色住宅體驗館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組織 有百萬的這個韓國的公共住宅 可以去應用新進的一些綠色科技 所以這個也有一些規模經濟的效果 那它結合了智慧電網 綠能建築以及分散型發電廠 節能家電等等的這些方案 推動低碳生活 但是這個中央的政策 落實到剛剛前面幾個發表人 談到的多層之治理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向 那我先談在首爾施的狀況 那首爾施從02年到現在的0014年 中英有三任的市長 02年的市長李明博 大概大家很熟悉 因為他後來就是韓國的總統 他最主要的重機是清西川整治共同 不曉得大家參觀過清西川沒有 清西川的這個整治 它影響了我們亞洲對於亞洲城市 主要城市中對於河流的概念 那這個都市空間 經由都市設計的手段 製造了比較多的居民 市民跟遊客可以有氣的空間 但是環保團體也批評說 這其實是一個假環保漂綠的工程 因為真正的汐水還在 你看到的汐水的下方 那他必須要抽水等等 但是李明博把這個政策從 首爾施在帶往中央政府的過程當中 他就演變成四大將整治計劃 那這個後來也受到環境團體的很多的批評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李明博總統 那這是在這個清西川院景館裡面所展示的 後來的綠地空間 其實大部分變成水泥化的這樣的空間 那周遭的這個市容 從原來的低矮型的這個小型商家 變成是高級化的辦公室以及豪宅 那最近這幾年開始出現好像遊樂園這樣子的一些主題 李明博之後是吳氏薰市長 他的訴求主要是將首爾的市容 演進成後工業城市的面貌 那他以這個設計文化數位旅遊等等的產業 來進一步轉化首爾市 那他很重要的政績是這個東大門設計廣場 跟漢江復興計畫 這個是剛落成的The Hathi 國際建築明星所設計的東大門設計廣場 不過新的虎原村市場已經把這個廣場的內容 這個設計中心的內容改變了 讓他更有這個市民的參與 大家可以看到關於綠地的概念 是一個比較人工跟景觀化的綠地的思維 所以並不是強調生物多樣性啊等等 這樣一個綠的生態民主的想法 這是吳氏薰市長在漢江復興計畫中 所提的會展中心高級旅館 以及這個政府大型設施 那是基於同樣的整治生態環境的思維下的產物 吳氏薰市長同時把首爾原來 他指出的幾個發展方向 觀光金融、服裝、設計、Digital Condemps ID、Commission等等這些 結合李明博總統的綠色成長政策 希望創造所有的新產業 補原全市長從2010年補選上任 他的取向有很大的不同 他當時是無政黨就是無所屬的 就是在野大原本是推選的 不過第二次爭取連政之前已經加入了民主黨的陣營 那他的取向是建立小型市民發電廠、能源自立社區 以及分享發電廠等等這樣的概念 那還有一個跟前市市長很不一樣的 是他清楚地揭示他對於核電的態度 那這個也是在2012年的時候 他提出減少一座核能發電廠 那這是作為首爾節能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跟這兩年 韓國的綠黨的成立有很大的關係 在訪談當中 我知道說韓國這兩年在成立綠黨 我的疑問是為什麼 之前一個階段90年代的綠黨不存在 那得到的答案是當時並不需要 因為有很強大的是運動的環保團體 但現在成立綠黨的更重要角色 就是要進行生活的整體的轉換 包括綠色消費以及更多的生活化的公民的參與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胡元春市長 這是對漢江旁邊的公園 應該說綠地轉換為菜園的一些做法 然後跟市民一起進行這個新的都市地景的營造 那這是他的市政營運計畫 強調分享、公開以及聽測 聆聽人民的需求 而且是從政策一開始制定的時候 就引爆市民進來 我不知道我們的新的市長 是不是也參考了他的網頁 很多之前看起來很像 這個是所有市政廳的保存 作為公共圖書館 好 那這是他有關生態都市的一些構圖 我沒有有時間 所以我想要趕快介紹送破市的一些政策 所以這個多城市的治理在首爾25區之中 送破區的治理的模式可以反映了這樣的變化 送破區在江南是在這裡 非常接近江南跟瑞潮 我們說這個江南的三區 那其實是最富有的地區之一 那他在早期就是 這個是產市運動場等等奧林匹克公園 大型設施集中地 那開始去做因應中央政府的綠色成長政策 在早期松破區積極參與各項 移居城市大獎等等這些獎項 甚至主辦2011年的這個移居城市獎項 那台灣也有四個地方政府參與 比較有趣的是他最近試圖要結合社區營造 跟都市綠色社區領導人這個訓練營 那他已經培養兩千多名的綠能領導者 深入各個社區然後進行各種方案 那一零年的時候送破區制定一個 我覺得這還滿重要的法令 是清環境農業條例 這個為我們現在的都市裡面公有地 要轉化去都市農園 提供了一些法令的基礎以及裁員 還有人力的訓練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台灣在做都市農業中 看到的一個障礙 另外就送破區2013年 最近這幾年 他把分享發電廠的言語 作為支援城市裡面所得貧困階層的 一些經費 那他相關的政策包括綠色購買 以及綠建築 就是大家比較普遍的想法 這是剛剛講的分享發電廠的想法 他把電回賣給電力公司 然後重新分配這些英語 他甚至支援像越南災後 重建的一些地區 好 支援循環公園早期 這是2007年就蓋成了 那他是一個以工程建設為主喔 回收支援 然後進行這個教育體驗的場所 不過這也反映了 最初這個綠色成長政策裡面 跟大企業所結合的這個 等等他們的Program 其實這個都是現代企業贊助 這個管是現代企業協助設置的 好 那這大概是我們目前研究的一些結論 暫時的結論 就是韓國的這個綠色成長政策 他是受到全球化環境治理 跟全球化競爭兩重壓力之下 所發展出來的應付危機的成長策略 他是個經濟成長策略 那他具有之前韓國經濟策略中 大規模高投資國家介入的一些特性 但是他也有可能有高攻擊 那這個包括說區域之間的失衡 然後所謂的差距到底如何呀 如何處理等等 在這個政策中不太有交代 然後第二個是地方政府執行的 綠色城市計畫的取向 則是不同的政權有所調整 那首爾是反映了從綠色城市工程 跟綠色生態民主之間的轉型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分享型八電廠 跟小型八電廠 他回應了首爾是從能源消耗城市 轉變到能源生產城市的一個目標 那最近發展的都市農業 有可能成為公民參與 強化社會網絡 以及實踐生態民主的一個新的詛咒 以上報告謝謝各位 那我的背景是去規劃 然後景觀設計 然後我在美國15年 剛好今年在台灣 然後明年會在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當景觀教授 而且也會是他們永續學院 School sustainability的研究員 所以以我的背景來看這個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 那我首先呢 從一開始王教授跟劉準博士 他們其實先從經濟 韓國經濟開始看 然後最後看到地產政策 那我想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瞭解一下 氣候變遷跟總序發展的這個連結性 我想可能這一開始可能在那個報告 都可以稍微解釋一下是 如果我們想到 目前現在我們在講 核社轉移於社的經濟 那因為一開始已經長久 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環境跟基地發展一定是相一觸的 那最近這幾十年一直在 到現在綠色經濟就是在看 我們在怎麼樣 像上一個section講的是 怎麼可以消耗的 怎麼樣綠色經濟 然後來結合生態的保護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永續講三個ER 就是environment, economic and equity 所以除了環境、經濟 那還要再講到公平正義 那剛好其實之前都有包含在裡面 那現在氣候變遷的議題呢 其實就它是跨領域的現象 所以它其實真的就跨了這 這整個我們講永續發展的議題 那所以它不是那麼像我們常把你們來講 那個臭氧層破壞 好像我們可以簡單的找到CFC那個氣體 是不是就我們可以就管制那個氣體就好 可是現在氣候變遷的議題 我們講CO2 我們排放的是石化東西 是空氣污染 是汽車啊、油啊 然後是我們消費裡面所有產生任何溫室消費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議題是跨領域的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治理的時候 就變成也是一個非常跨領域複雜的問題 那所以再從以回應這一個論文 我想以三方面來看 第一個我們怎麼去抵這個政策 那第二個怎麼行 第二個怎麼去抵這個 那所以像以韓國的例子 他們是以也算是從上而下來一定這樣的看待是這樣 綠色他們要打造 他們國家想要打造這樣的綠色的城市 那其實這個方面其實很多國家美國是在做 那臺灣目前也有 就是國發局也有 也有我們氣候變遷的老師的黨員出現 那其實這一個從政策方面來主導 其實是每一個國家世界各國都已經在做事 那接下來是怎麼樣能夠實行呢? 那這個跨領域的溝通其實前面也都幾個案子也講了很多 那這個方面就是從所謂治理就是開始 不管是從公民團體啊 或者是我們學術界怎麼樣跨領域 然後一起來把這個政策實行呢? 就變成是一個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可是實行的內容是什麼? 以我目前開了韓國的例子 其實你看到他們在整治那個清溪川啊 那所謂現在的生態工程喔 其實它是以工程的角度去思考 那我們再回到永續的概念 你要把它想成一個同心園 三個同心園 我們剛剛講的三個P 你把環境在最大的同心園 然後呢Equity 公民正義是中間的同心園 最小的裡面的同心園才是經濟 也就是說我們要在經濟發展 在我們公民正義基礎下 然後是要有任何環境 我們要有地球要有資源 我們能夠生存的環境下 才能夠發展這些經濟啊 然後也是要達到人類跟自然的永續 所以說在怎麼實行 我們真正的永續辦人 或者是氣候治理這方面 其實應該是真的要回到怎麼樣 讓我們人跟環境能夠真正的永續下去 所以那些剛剛看那個暗密的工程啊 或者是一些最後一個島 幾個那個 看起來我覺得並不是真的把環境 都把那個考慮下去 而是真的把能夠恢復環境的生態的永續性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我們下一步要轉型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能不能夠真正在考慮我們社會正義 跟我們經濟發展中 然後能夠把我們的環境達到一個永續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下一步很重要的 那最後再講我們怎麼來評估 這一部分評估是目前因為黃教授這個案子還在進行 所以可能還沒有到最後這方面 過想提出說剛剛好像看起來韓國這麼好的政策 可是呢前幾天那個是歐盟就是當周老師他們也講到 他們其實韓國在世界的氣候變遷 那個他有一個表現的總指數 他其實是在台灣的後面 就是我們其實總共有58個國家去受評 我們是排第51個 然後日本是第50個 韓國在52個 所以呢 所以看起來呢 他們今天很好的真的好像在實際減碳啊 實際的就是達到那個效益上 好像有達到 那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就值得 可能是下一步了 進行的表演 謝謝 謝謝